今年43岁的王静是长州某百货公司的业务员 每个月大概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 可是自从他染上了赌博之后 不光败光了家中的积蓄 而且还斗胆挪用了公司贷款16万元 之后迫于公司的压力 他还了6万块钱之后 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 目前王静因为涉嫌挪用资金罪 被检方提起公诉 在长州市某百货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 王静主要负责向市区各大超市推销产品 按照公司规定 业务员要亲自和客户结算 收到货款后应立即转交到公司 起初王静工作倒还积极 收到的货款无论多少都会立即交给公司 然而从2009年开始 王静渐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交货款的时间也渐渐拖延 收的货款就是说 当时就是说想办法 我们就没交给公司 因为是老员工了 公司负责人对王静持交货款仪式也没太在意 直到2012年年底 公司要做岗位调整 此时的王静有些慌了 让我调整全部跑另外的门店 那肯定所有手上都需要交接吧 那个账肯定没法有个交代吧 总数是16万多 据了解三年时间里 王静在赌桌上一共输掉了50多万元 其中挪用公司货款16万余元 丈夫得知这个消息气急败坏 当即与他协议离婚 经过和公司多次协商 王静东拼西凑只还上了6万元货款 今年5月 百货公司向警方报案迫于压力 6月7号上午 王静主动向警方自首 检察官表示 一个小小的业务员 就能掌握这样的经济大权 也折射出某百货公司的管理机制漏洞 虽然制定了货款收缴转交制度 但如果不严格监管执行 仍是形同虚设 目前 王静因涉嫌挪用资金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